去旅行的时候 什么状况之下 最容易遇到灵异的事件呢 你们有没有试过 在半夜的时候 找不到房间 然后酒店的人跟你说 我们还有剩下 最后一间房间 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收看Pilot Talk之灵异档案 我们今天邀请了三位嘉宾来 是为了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们旅行的时候见鬼的一些经验 或者是朋友分享给他们听的一些 灵异的事件 我朋友告诉我 他们学校的新年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就是他们那年考SBM 当然是因为大家毕业了 就会各伤东西 所以他们就打算来一场 比较难忘的毕业旅行 就大家疯狂的去玩一下 对 什么他们就选择去海边的度假村 当时候他们全部人都在来准备SBM 所以他们也没有想办法 我们要住什么酒店什么 他们就是来一场 说走就走旅行 所以他们 多少个人啊 说走就走有很难吧 大概六七个 就是有男也有女生 不是整班的人 不是一整个客室的人 不是 就是好朋友 对好朋友 有男也有女 所以他们全部人开完SBM的另外一天 他们就驾车下去了 OK road trip 对 然后他们去到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傍晚了 OK 所以他们就去开始找酒店 因为是旅游季节 所以他们会怕没有那个恐怕 他们就没有先用Apps book一些Apps 没有他们完全没有 OK 真的是说走就走 嗯 真的是说走就走 所以他们去问每一间 那个酒店有没有空房 全部都讲没有 他们从傍晚早到晚上十点这样 都还是找不到 他们就心机了 没有办法 本来是AIM好一点点的那些酒店 可是到最后 真的是没有办法 就去找那些比较简陋的 酒店 要继续问哦 那边真的是很 像什么样那种shop lot 他们的那种很旧很旧的那种 那种moteau 就是shop lot楼上的那种 那种他们就问有没有空房 因为那时候已经是十点十一点了 他们就堵一下 嗯 他们就讲有有房刚好 就是剩最后一间 最后一间房就千万不要住了 因为通常那间房 都是reserve给好朋友的 哦 我是不懂啦 然后他们就放了一个行李 他们就先吃 去吃东西了 因为他们找了一整天真的很饿 然后他们就想哎呦 他们吃东西就想哦 像等一下晚上没有东西做又很闲 所以他们就买了一些apple cider reo这样子就回去 就玩一些东西哦 他们也不懂玩什么 晚上嘛 嗯 然后刚好那个地方又很简陋 这样子 他们就觉得 这个气氛很适合讲一些鬼故事 天呐 然后他们就全部挤在一圈 就是围着一个圈 然后就开始讲 一个一个轮着讲鬼故事 其实讲的当下是没有什么了 可是讲讲下的时候其实有个女生 她就到一半的时候不懂怎么 她就开始收拳自己的身体 就是她抱着大腿低着头不讲话 睡着了吗 一开始很多人就认为她睡着 然后他们也是聊到很兴奋 所以他们就完全没有理 可是他们是一个一个慢慢讲 他们听过鬼故事 所以转到她的时候 他们就看到 嗯 这么好像好像真的不舒服 嗯 就碰碰下她 比如讲她是这个 就哎这样 哎这样子 她就没有反应 嗯 他们就讲是不是睡着 就讲就是叫她要不要去床 就是这样子睡啊 嗯 然后就叫笑哦 她就抬起头 抬起头 瞬间全部人杀掉 因为她不是那种刚睡醒眼丝很红的那种眼红 她是真的是眼睛红红这样子 然后她一发出声音全部人怕 所以是眼珠还是眼白是红的 眼白是红的 可是她没有翻白 就是他们讲是整片眼睛红红 但是眼珠这样 然后这个样子是很凶的样子 然后一发出那个声音的时候 全部人就怕 因为是男生的声音 他就讲一句 请你们离开 然后他们就很怕不我要讲 可是又不可以丢下那个女孩子不管 他们就讲 呃 然后他们就出到那个抬起头那边 那个人就觉得 诶 这么你们要走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可是他们不敢讲 因为怕得罪 得罪那个鬼 然后那时候那个女生其实她已经是一讲完过 他们讲他们会走嘛 那女生一讲完就已经失去意识了 就是他们就抬着他拿着行李就是去找他们的车 他们找他们的车的时候最后 最后听到有一个男生的声音 对对对对就不要回头望 所以他们就连夜赶回自己的家 然后事后他们有问那个女生 其实你当下有意识嘛 其实那个女生没有感觉 什么都不知道 他也不记得他有这样子的状况 然后也抬头跟他们说话 所以是完全被上身 嗯 完全不知道 然后故事就这样结束 我觉得你这个故事好恐怖耶 我们经常去旅行住一些奇怪的酒店 都是听到有那个包包拉链声啊 还是被人家开灯关灯啊 还是厕所有声音 可是从来没有遇过就是有人被上身 上身通常是录影的时候才会发现 对对对 嗯 所以这一位好朋友是非常凶猛的 嗯 反正就是 他们讲的鬼故事 真的是打扰到他们了 是 所以记得哦 如果是你们没有布房间的话 就不要半夜去找一些奇怪的酒店住 如果真的有的话 人家告诉你是最后一间房的话 就千万不要住哦 就你会睡在车上都比较好哦 那Kennedy你有什么样的故事 像他的故事吗 对啊也是也是关于住到Airbnb的时候 这有事先先住还是去到 对啊这是事先住的 OK 可是我们是事先计定好了 照片都没有问题 嗯 没有问题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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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就很特殊的房间 他墙壁都是白色的 很漂亮 很豪宅这样 所以我们就当成入住哦 那今天我们是去槟城那边玩 槟城游玩 我们游玩,晚上就很夜的时候,就到了MBMB 所以我们打算先进去房子看线,看什么不对度那些,检查房间有没有对不对 可是当我们一进到房间的时候,我们发觉到那个墙壁是灰色的,而且还有很多漏洞 就跟我们照片MBMB完全不同 那可以这样退钱啊 虽然我们有点失望吧,但都那么夜了,就租进去啦 这样玩啊,虽然你找MBMB 就算了啦 所以我们就打算把车开进去先 可是这里有东西发生了,就我们车停不动 我说车停不动,都看得好 之前都没有问题的 对,我们到那边,车还可以用啊,都在家 所以就开不到车 然后我们就,有点伤脑筋,奇怪 对,我们把车移进去那个屋子里面嘛 就不让你进去啊 对,就没想到多 可是我们伤脑筋了一下就 因为我们家里有人在房间里面嘛,就在家里面,就开灯 所以我们要出去看一下什么情况,我们就把灯关掉 然后这时候车就打得到啊 一关灯,车就打不到 一关灯,他就觉得你要走了 他以为你要走了 他以为你要走了 咦,没有事了,我们就把车架进去了 所以架进去,他生气了 是,我们就进了屋子里面,回到房间 我们晚上睡觉了,结果房间风水有点不妥,不对劲 怎么样?你是风水师吗? 就我的床头,就这样的床头 就直接面对这一片镜子的前面 不只这样哦,然后厕所门也是 就厕所门一开门完整,就镜子面对面前面 哇,不给自己吓死 对,鬼不下你自己就把自己吓死 对,结果我妈妈是可以感觉到一点东西的 所以感觉到一点不妥 所以我们就打算整家人去客厅睡一下 就到了客厅的时候就感觉 一点不对路也是 全家在客厅 对,结果我妈妈又感觉到一点冷啊 很冷啊,冷 我们打算 在想要不要去住呢 就在这个时候 就我们听到厨房里面 因为我开水白了 你,你,你 就水 就,就,就水 就水冲下来 所以我们就 吓到一跳 就我们打算 可以了,够了 我们不要住了 我们就打算快点马上走 就可以够了东西 我们开门的时候 我们发现到 前面,就我们住家前面有棵树 它中间是枯叶的 可是这两旁就是美好的那种青叶 这中间是枯萎的 就,看了有点不对劲 不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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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不祥的那种感觉 对 就我们快点马上开车 就走了 车可以start了吗 可以了 啊,就当场回家 就当场去找别的酒店住 没有回家而已 结果,有叫他们退钱吗 嗯,钱的照给嘛 毕竟是我们没有住啊 我们没有 不可能跟他讲不要 这个他说你家有鬼啊 还不用让我们进去 车还start不到咧 前面还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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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他为什么生气吗 本来你们到的时候 他不想让你们把车开进 之后你们关灯 他以为你们要走了 结果我们把车开进 结果你们把车开进去 然后还租下来 所以他生气了 对 你关灯又以为你要走了 结果还没走 哎,走不走 走不走 走咧 所以这个故事教大家 就是如果你订阅了Airbnb 就不要晚上才去check in 就是下午如果你们去check in 觉得有不妥的话 那你们还有时间 找其他的地方住啊 而不是漏夜睡觉睡到一半才离开 这样很辛苦吧 是 就没想到一度 就玩了一整天 谢谢 那康乐有没有亲身经历过一些故事 我亲身经历就没有那么多 也几乎为零了 你比较阳光体质 算是吧 就通常 因为我以前是通志娟 然后明白啦 通志娟晚上围在火堆 一大堆故事可以讲 加上我的学校也是有一些零艺故事的那种传说 所以就听得多这种故事 我们还听旅行的 有没有朋友 有有有 就他 也 他也是道听徒说 然后那时候就跟我们讲 所以 我先跟你们科普一下日本 因为这个是一个男生 他就去日本 去自己backpack旅游 可是 他又没有收了很多的钱 然后 他就需要那一边去 他的朋友的家住 所以他朋友是一个留学生 他就住一个宿舍 所以 日本是这样的房价比较便宜 因为那边有天灾比较多 所以 他的朋友 那留学生 他就住在一个宿舍里面 所以他宿舍也不大 所以他里面就是一个客厅 一个厕所 一个厨房 就这么多 也是因为比较便宜嘛 所以那种墙壁都是那种 不是那种实体的 不像我们家里那种 他是混合混泥版 所以有什么事情的话 就算地震都好 也不会压死人 因为你叫人来维修 这种东西 一来没有什么钱 二来又要时间 所以有时候 发展一点地震 就有那种裂缝 所以为什么 很多人的时候 你去到一些 比较便宜 住比较便宜 物质的日本人的家 他们会贴海报 OK 就得掉那些裂缝 对 对 那个男生 他就去了 他的朋友那边住 所以他的朋友 是做剪职的 就 白天读书 晚上做工 因为他第一次去入住 他就看到 哇 怎么那么多海报 结果他朋友 就跟他解释 因为之前他来住的时候 发生了一些小地震 所以有一些裂缝 然后呢 他就发现到 有一个海报已经被 死了一半 他就问了他朋友 什么事情 然后他就讲 没有没有没有 早上起来的时候 不小心手碰到那一个海报 一下然后一击 死烂 然后他就 OK 好吧 没事没事 他就去打地铺 开始要睡觉 他就问他朋友 诶 你这个房间 这样多裂缝 会不会 吵到还是怎样东西 然后他朋友就讲 不会啊 我都很正常啊 有时候就 也没有什么影响啊 有时候可能会看到一些光之类 然后他就听到他讲 光 诶有光啊 他就往那个裂缝那边看 他就讲 诶 有看过隔壁的那个房间 是 什么样的吗 然后他朋友就讲 诶 我不知道哦 过后那个男生就问 隔壁那是谁 是一个谁的人 怎样的一个族客 然后 他朋友就讲 哦 隔壁是一个女族客 然后 他真的没有见过他 所以他搬过来 有半年时间都没有见过他 然后 你懂啊 那个事 嗯 比较啊 安耐不住 好奇 好奇 对对对好奇 他就 把那个眼睛 诶 往那个裂缝看一看 这个裂缝是很大的 可以看到去隔壁的裂缝 不是像我们平时 墙上的裂缝那么小 总是穿透了啦 就是看到另一边 哇 对 所以那裂缝不是开玩笑 所以他来拿一个海报来折 他就去看一看 然后他朋友看到他这个举动 你在做什么 拍男生讲 你有看过这个洞吗 他朋友就想 没有啊 没有像你这样八卦 然后男生就讲 男生就很奇怪 周末里面红红啊 啊 ok 然后 然后 那个男生 那个男生就奇怪 这么红色的啊 跟朋友讲 不要理啊不要理啊 睡觉了啦 嗯 然后第二天 因为日本有一个礼 去到一个地方住的话 你最好就是先给 邻居送上一个小礼物 就很像讲 我来了 多多关照这个样子 他就去趁他去旅游这个时间 他就去买一个小小的礼物 想要去给他这个临时的邻居 到晚上11点多12点回到家了 他就要去敲个门 啊 就敲一下门 问有人在吗 不好意思这样深夜打扰 可是 他喊了两三次都没有人给回应 ok 过后他要走的时候 他提到一些邮箱 啊 那种邮箱就是 那种快递 放在那边 没有人认领 可是上面写的门牌 就是那个女租客的 那个房间的门牌 他就奇怪 哇这个有多宅女啊 什么都不要出来收 有些甚至是一个礼拜前 然后他就觉得 哦 还是不要想那么多 就把那个东西 是我就想够多 然后搬走了 把礼物放在那边 啊 为什么呢 其实他那个时候 对那个裂缝有一点 入了魔的感觉 他放了那礼物 他就回家 刚好他朋友回来了 ok 就冲凉了冲凉 吃东西就吃东西 零岁之前 他还是有那个冲动 就想再去看多一次 就找了魔 就想要去看一下 那个是什么 就把他的那个头 那个眼睛 往那个裂缝看 还是红的 红红的来就很像有一个黑点在中间 可是 他又不懂怎样解释 他叫他朋友来看 他也解释不了 他也解释不了 那种奇怪的感觉 他就拉朋友来看 他朋友去看 没有啊 红红的 就很奇怪 就什么东西红红的 不应该 不可能是海报 海报 不透光的 应该是看到黑色的 最晚是看到的话 也是看到一些灯光 还是看到一些好看的场景 可是他就很奇怪 就带着这个疑惑睡着 就第二天 他们就被一阵 一阵声音吵醒了 过后房东就敲门 叫了他 房东就跟他讲 你们在家还没有去上班呢 还没有去读书呢 然后 他朋友就介绍了这个男生 给房租人士 房租人士 房租人士 你好你好你好 就 跟那一个男生讲一声抱歉 因为我们现在在收拾 隔壁房的东西 然后那一个男生就问 隔壁房什么事情啊 不是有一个女租客吗 为什么要收拾东西 那房租人士 他一个星期间已经 突然间在家抱歉 哦 讲重了 而且还要死了一个星期 没有没有 他一个星期已经 走了 然后遗体也拿出来了 已经入土为安了 所以不是死在房间 没有人发现 对 然后 现在这段时间 他就已经 来收拾他东西 这个样子 然后 这就很奇怪 为什么 没有东西 应该是看 昨天他就想起他 这边看隔壁房事情 应该看到某些东西 都没有 然后 他的朋友就 奇怪 就问 哦 这样隔壁那个女租客 其实 身体还好啊 什么事情 猝死 对 然后过后那房东就想 哦没有啦 就 可能在家里待太久了 哦 有件事很奇怪 然后 那个男生就 什么东西 很奇怪 他看那个房东 看到房租 就要讲不讲 灭手 这样子 然后房租就讲 不懂 周末 那个女生 我来看她的好吃 都好吗 当她去世都好 她的眼睛 总是那么的红 你搞到我们大家都灭手了 你知道吗 有 结果是她就看见她的眼睛 她们就对着眼睛在缝看 对 多恐怖啊 我自己想像 所以 所以 这故事教大家什么 你知道吗 不要去看 不要就乱 就不要乱乱偷看别人就好了 好奇心不要那么重 你可以好奇啊 对 你就正人君子一点 就去敲门 可是敲门了 还没有人回应啊 不是 就不要乱看缝啊 万一偷看到别人换衣还是怎么样 对不对 好奇就敲门 不要看缝 看缝就来 不然的话就 她就等着你看 嗯 嗯 好 非常谢谢你们三位 好 康乐 Kennedy 还有瑞银来上节目 谢谢 然后 其实大家要记得 常常我去旅行的时候 都会做一个动作 是非常管用的 就是你去到酒店房的时候 你要进去之前 只要先敲门 三次 就是 三次 统告诉她 我来了啊 这样子 然后你们才进去 就可以避免很多一些 被骚扰啊 灌灯开灯啊 厕所有声音的事情 对 好 大家都听见了吗 好我们下个星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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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